今天早上沙姆斯报道蓝网和杜兰特进行了一次会面 会谈的结果就是杜兰特马上就要被交易 这次会谈主要的内容就是杜兰特依旧表现了强硬的态度 还是要求被交易 杜兰特说你要留我可以 那你把纳什和马克思弄倒 随后蔡老板更新社交媒体 他将支持纳什和马克思 并且在沙姆斯文章最下方写了这样一句话 蔡老板与蓝网的管理厂达成一致 在杜兰特的交易当中尽可能的拿到更多的筹码 也就是说杜兰特走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就是时间问题 已经不再是传言也不可能缓和 说实话杜兰特这个事情办的挺恶心 你刚刚续约了四年合同 然后你以这种态度去要挟管理厂 去强迫管理厂要求交易你 有这么干的吗 在过往的历史当中有这么干的吗 前段时间也报道了一个事情 二三到二四赛季结束之后 可能进行劳资协议的谈判 这一次谈判的内容 可能主要围绕的就是杜兰特申请交易的内容 很有可能出一个杜兰特规则 什么叫杜兰特规则 就是你刚刚续约的旋 你没有自恶 你没有权利以后直接提出交易 还有就是说 你说纳什不行 我同意 我非常同意 纳什不是一个好的教练 马克思又惹你哪里了 你走你就直接走就完事了 马克思哪里惹你了 在蓝网这两年 你要谁给你整谁 掏空了大量的首轮 得到了哈登 包括一些买断的区分 自由区分 你要谁给谁 甚至蓝网的选秀 当时托马斯都是你一定 你对得起蓝网 竟宇大哥天天说你没根 你真是一点根里都没有 目前杜兰特的下家有热火 有猛龙有绿凯 热火由于筹码的原因 很有可能拿不到杜兰特 最有可能的就是猛龙和绿凯 交易的时候 把双方的球队一定也会跟杜兰特联系 如果杜兰特不想去 他也不敢去接受杜兰特 猛龙和绿凯 绿凯是去年的亚军球队 非常符合杜兰特的气质 去吧赶紧去吧 2.0版本赶紧去吧 说完蓝网的事情 再说一下胡人的事情 胡人今天早上 在这边出新闻的同时 这边胡人也跟着出了一些新闻 非常有意思 胡人官方发了一个图片 有农媒有老瞻 中间放了个乔治麦肯 为啥放个乔治麦肯呢 我也不知道 主要目的是宣传新赛季的球衣 反正没有卫少 然后老瞻转发 农媒转发 农媒好长时间 没更新自己社交媒体 今天也转发了这个事情 这存存是辽兰的翻版 辽兰20版本 辽兰把郭艾伦放到了最后 胡人直接把围绍除去了 直接给整出去了 什么意思 你们自己体会 如果胡人真的想留他 那肯定会把他的照片放到这里边 也不至于最后掏出个乔治麦肯 放到前边 并且呢 今天欧文也发表了一些说法 他对于马克思和纳什也是不满意 也就是说杜兰特走 欧文大概率就是走 或者说就是走 走他去哪里呢 全联盟没有球队要 他只有胡人要 所以说欧文 我们的机会又来了 兄弟们 我的信心又来了 贝斯莫尔走了 如果欧文来了 什么意思 你们自己体会 一会是12点播一会 晚上9点正常直播 就说这么多 最后呢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欢迎订阅